这就是有一个课题是你足够努力才会优秀 有的时候你努力可能也未必被别人看见 但是我觉得到30岁的那一天 你会觉得你努力了 你没有对不起自己内心 你不会后悔 就你不会后悔这件事情很重要 非常感谢各位在电视机面前的创始人 我作为创始人代表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记住每一位学员的名字 然后给他们撑腰 他们真的值得 因为他们真的努力 好 那么我用日语给 对 在日本还在观看的创始人们说一些话吧 他们们已经遇到各种困难 已经来到此处 一人一人の夢は 非常感谢大家的 享受他们的运动和旅程 在冲2021年 谢谢 今天是苏苏 早知道你们都这么精心地准备 我得 重新说一下 对 我得用这个 国际的这种方式 好 比如 对 比如各国的语言是 就是礼貌性的 是应该来一点的 但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 你少说几句 希望 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接下来 又到这种时刻了 接下来 接下来 创造营2021 第一次顺位发布 现在开始 爽 事情 扭 这影片 直接员 我们开始了